一百零二年国中基本学地测验明后天登场 全国十七多万名考生周末上考场 由于明年起就是十二年国教 今年的学测也成为末代学测 国教署提醒考生如果要避免意外落榜 可以多填志愿 万一真的失常或者是缺考 重考生也可以参加明年的免试入学和特色招生考试 拿着准考证仔细比对考场位置图 机测登场的前一天开放看考场 不少考生由家常陪同前来 对于就要登场的考试还是有一点紧张 一般考场没有开放进入市场看考场 不过特殊考场就开放给考生先行进入熟悉设备 事务中心准备了CT播放机和耳机 让特殊考生可以听试题作答 全国师委员会提醒考生考场没有时钟 考生如果佩戴手表要记得转为无声 以免违规被扣分 而因为明年十二年国教上路 因此今年的基策也成为末代基策 有考生担心万一考不好落榜 恐怕难以衔接 国教署表示十二年国教中 各招生区免试入学也必须提供 非应届毕业生免试入学的机会 另外重考生也可以参加特色招生 为了避免意外落榜 国教署也建议考生可以多填志愿 基策周六周日登场 季相局表示这两天的天气都是高温闷热 周六中部以北午后会有雷震雨 周日封面接近天气会更不稳定 考生爱培考家长记得天气热 多补充水分也要攜带雨具 记者学校林建台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